新华社南京十二月三日殿,记者王子明、蒋芳、父亲、大哥,虽然我们已经分离八一年了,可在我心里,你们一直不曾离去。 我时常在心里和你们说话,你们听得到吗? 三日上午,在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枯墙前,九十二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石秀英老人把对亲人的怀念融入了这封家信当中。 在第五个国家公祭日即将来临之际,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佳祭活动,三日正式启动,遗属门通过在死难者名单墙前献花、静香、跪拜和宋独家信等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 回忆起八一年前的那个冬天,石秀英老人潸然泪下,当年,三日军进城三天后,石秀英父亲出门再也没有回来,十一岁的石秀英曾和母亲上街寻找家人, 后来,在被日本侵略者扑杀的死人,堆里找到了身中三刀而亡的父亲。 父亲遇难后,石秀英的大哥也被日军抓走,从此要无音信,自此。 石秀英与母亲相依为命,饱受苦难。 九十一岁的于昌祥老人虽然行动不便,但他仍然坚持坐着轮椅,在三个女儿的陪伴下来参加佳祭活动。 一九三七年日军入侵南京城时,他亲眼看见了侵略者在南京烧杀掠夺的暴行,父亲也在南京中华门外吸结,被日本侵略者残忍杀害,遗体下落不明。 这是我祭奠父亲唯一的寄托了。于昌祥注视着枯墙上父亲,于立福的名字对记着说,父亲一直念头,要把当年国家遭受侵略的历史告诉年轻人,让他们铭记过去,珍惜现在的生活。 于昌祥的二女儿于慧如表示,家级活动是一个赛体,不仅仅是遇难者遗属们的家世,更重要的是借此唤起大家聚安思危的意识。 南京小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陆敬寒对记者说,南京大屠杀惨案让那么多人失去了亲人,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要记住祖国的创伤,珍惜了之不易的和平。 2014年2月,我国通过立法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纳者国家攻击日,同年1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首次开展以家庭卫单位的计告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